古埃及的太陽力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歷法 大約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它與尼羅河的定期氾濫關係密切 從某種意義而言 甚至可以說是尼羅河的定期氾濫吹生了太陽力 所以在這裡就必要交代一下尼羅河的情況 尼羅河是尚原稱尼羅河 法尼羅河兩條尼羅河 在蘇丹首都卡士木匯合後正式稱呼 它全長六千七百千米 暗示世界上最長的河流 它流經坦桑尼亞、盧旺達、東光達、肯尼亞、 埃塞俄比亞、蘇丹和埃及等國家 最後向北駐入地中海 尼羅河主宰著避流經國家的命運 離開了它的滋潤 這裡的文明將會灰飛煙滅 但是由於尼羅河水流活慢 泥沙不斷沉積令到河藏持續增多 至少多次氾濫成災 但是河水退後又留給當地人大片動土 所以古埃及人需要找到其中的規律 以催利避禍 經過長期觀測 古埃及人逐步發現尼羅河氾濫的規律 當它開始氾濫的時候 清晨的天狼星正好位於地平線上 這一點天文學上稱為加日升 即是與太陽同時升起 於是這一天就被設定為一年的第一天 但是天狼星加日升的周期 並沒有很快地被發現 智慧的古埃及人也沒有放棄 經過幾代人的不太努力 他們終於發現天狼星加日升那一天 與它一百二十周年之後那一天 剛剛好相差一個月 而到了第1461年 加日升那一天又重新成為一年的開始 於是古埃及人設定一千四百六十年的周期為天狗周 我們將古埃及的太陽力 與當前的功力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就不難發現它的科學性 一年的天數是三百六十五日 繼而將一年劃分成為十二個月 每個月三十日 最後剩五日 就作為宗教節日 就如同我們傳統的春節一樣也是五日 這樣被偵托的一回歸年 只是少了0.25日 一百二十年之後少了三十日 一千四百六十年之後 就會少了三百六十五日 又接近一年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周期 這個精妙的歷法 迎接著無數古埃及鮮文的智慧 在古埃及 人們都運用大量的時間進行天象的觀測 特別是對天狼星位置的觀測就更加細緻入味 他們發現在固定的時間裡 天狼星從天空消失 在太陽再次出現在同一個位置的時候 它又從東方到天空升起 這樣就是一個周年 同時 古埃及人將天狼星給太陽早升起的那一日 定為元旦 古埃及人創製的太陽力 對尼羅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有絕心軟的影響 也都是古埃及濟生世界四大文靈古國的重要標誌 正是有了這樣一部較為原備的歷法造指導 古埃及的先民 才可以準確預測尼羅河河水障落 合理安排農事 做到處理被害 獲得一年又一年的大豐收 從而具備了穩定的醫生資源 在這個物質基礎上 古埃及才可以在宗教、建築和醫學等領域 創造更加輝煌燦爛的文明成果